现在是晚上的六点钟 来了一位老顾客 大哥说了来点猪头肉 而且要猪公仔 这时候顺势抄起一块猪公仔 上升一升 18块4 18块钱 由于今天风比较大 天气比较暖 我问大哥要不要热一下 他说不用热 再拿两个鸭翅膀就行了 两个鸭翅膀要麻辣的 这时候大哥问我总共多少钱 我给他算了一下 总共24块钱 这时候我们注意看到 大哥给了我30块钱 我收到钱之后 顺势放在钱筒里面 并且顺势喊了一声 找零6元 这时候大哥说了 不要压翅膀了 弄点猪费就行了 给他搞6块钱的吧 我为什么让老板娘 给这位大哥 弄6块钱的猪费呢 因为两个压翅膀 刚好6块钱 这时候大哥 正在老板娘 那个摊子上面买猪费 而且我认为老板娘 已经将大哥的6元钱 找给他了 然后老板娘却认为 大哥买完猪头肉之后 刚好还剩6元钱 再给他撑6块钱的猪费 刚好就不用找零了 原来老板娘 只给他撑了5块钱的猪费 让我再给他拿个压翅 就不用找了 于是就出电了后面的这一幕 现在大哥所有的菜 已经全部装齐 正准备递给大哥 来 再给你送你个爪了 我都做了 都改了 好 找个钱啊 够找钱啊 不要找钱啊 我买的猪费 你买的猪费啊 猪费是吧 嗯 我前面猪费 这个好呗 不是你叫我找6块吗 找啥的啊 你不是叫我找6块吗 找6块的又要的猪费啊 啊 不是你找的 总共在那里给我钱 要过猪费之后的 还要找6块 咋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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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找钱要了 我咋的 对啊 我已经找过来 不好意思啊 在这里对大哥表示十分的抱歉 由于我跟老板娘两个人之间的沟通问题 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原因 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 不要给你拿个爪了 这样来回一蹈腾 把大哥也给整迷糊了 以后不论人不论少 我给你拿个爪了 我给你拿个爪了 千万不能让顾客吃口 这样一来 给顾客的印象非常不好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